好 繼續來看這一位台東東河鄉的65歲獨居婦人 她在今年4月的時候在公路上跟鐵人三項比賽選手發生了車禍 而為了籌錢賠償對方10萬元 她在東海岸賣自己做的麻糬 引起了社區媽媽們一起幫忙意賣 65歲的都蘭安美族老阿嬤林貴妹曾經是頭目夫人 但頭目去世之後她一個人獨居 今年4月東海岸舉行鐵人三項比賽 老阿嬤騎摩托車停在比賽的馬路上 不小心和一位騎自行車的選手發生車禍 對方要求賠10萬元 可是她又沒有技能 只好賣自己做的阿美族傳統麻糬 籌錢賠款 我一直在想說為什麼我要賠傘 她是撞我的為什麼我要賠 然後調節了又沒有成 她是要求賠大概有十萬多塊 但這10萬元對這位年老獨居 只靠老人今天過生活的 林貴妹老阿嬤來說是一筆大數目 這半年來她煩惱的都吃不好睡不好 社區的媽媽們在家日也會來陪她 在東海岸加入來遊戚區賣麻糬 而遊客聽到阿嬤的歌聲 也會來買她做的麻糬 非常認同她靠自己的力氣賺賠償金 她是因為就是要還一還這樣子 想說可以幫助她一點 她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在她身上 那租房子已經都是她自己這樣子租 然後做零食工 這一盒才50元的麻糬 最少要賣出2000盒才籌得到10萬元 林貴妹老阿嬤心情沉重地說 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籌得到這筆賠償金 好讓她恢復年輕的生活 記者 張明哲 台東報導